《生渣子》 元兮 欧阳修 去年元夜时 华氏灯如昼 月上柳梢头 人月黄昏后 今年元夜时 月雨灯依旧 不见去年人 那时春山秀 从唐朝开始就有关灯闹夜的民间风俗 北宋时从正月十四到正月十六三天 会开宵尽 游登街花室 通宵歌舞 盛况空前 这也是年轻人约会的好时机 这首词被后人认为是锦幼三年 欧阳修怀念他的第二任妻子杨氏夫人所写的 另一种说法 作者是朱舒贞 不管怎样 这首词作在中国文学史中 具有很高的地位 去年正月十五元宵节 花室灯光像白天一样雪亮 月儿生起在柳树烧头 他约我黄昏以后同序中长 今年正月十五元宵节 月光与灯光同去年一样 却再也看不到去年的情人 泪珠不绝湿透衣裳 正月十五元宵节 正月十五 生渣子袁熙 作者宋代欧阳修 去年圆夜时 花室灯如昼 月上柳梢头 人曰黄昏后 今年圆夜时 月与灯依旧 不见去年人 泪诗春山秀 月与灯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